提前选择一位自己中意的这种接班人 那么这跟当时叶利欣接班给普京的路径完全一致 那么普京能不能够这样全身而退呢 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变数 当然呢 谁来接班会不会影响中俄关系 那么至于为什么是这一段时间异常高调的梅德维杰夫 为什么不是他 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主天下 我是张雪松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是一期加更啊 我们来关注一条重大新闻 是什么呢 是据外媒透露 当然了是普京的身边人士透露的 说普京呢很有可能会退休 而且呢他会不参加明年2024年的总统大选 并且提前让位给他众议的一位候选人 我们了解俄罗斯历史就知道 这个路径啊 接班的路径 跟当年1999年 叶利钦先提拔普京当总理 然后呢彻底扇位给普京 让普京当总统接班 然后呢叶利钦全身而退 几乎是如出一辙 当然呢 目前来看只是外媒报道 没有得到公开的这个证明 但是今天呢 我们探讨三个问题 第一个普京真的要退休吗 普京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 第二谁会接替普京 第三 那么俄罗斯总统如果真的换人的话 会不会影响中俄关系 以后您随时跟我互动啊 先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 那么虽然现在呢 目前只是个别的消息 但是我个人认为 普京其实有所考量 两个原因 第一个俄乌冲突 打得不好 确实呢 现在面临着无法收场 难以收场的问题 我们以前说过 战争啊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一旦开启啊 战争机器容易开启 但是最难的是 发生了各种外溢的危机之后 你如何能够顺利收场 特别是战争的发动者 政治人物如何顺利收场 和他的历史定位问题 我想这是普京大帝啊 这一年以来 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收场 但是现在呢 俄罗斯打得确实非常的被动 目前来看呢 有失败的这样的迹象 那么下一步收场 收场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领导层 会不会受到西方的集体的清算 甚至是被作为战犯进行审判 我相信啊 这个话 现在来看都不是危言耸停 而且西方 包括乌克兰泽连斯基 都已经开始放话 放出这种威胁 所以呢 退路在哪 退休之后怎么办 能不能全身而退 能不能激流涌退 我相信啊 这是在这个战事日益被动的情况下 普京现在应该是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 他也会想到 自己如何能够和平的交班 而且呢 确保自己的后半生 特别是退休之后的生活 能够相对平稳的度过啊 他为什么要提前选择 一位自己中意的这种接班人 然后呢 让自己全身而退 那么这跟当时啊 叶利欣接班 给普京的这个路径完全一致 所以现在呢 普京确实要提前考虑接班的 和退休的这个问题 更何况 他执掌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大权的权柄 到今年为止已经23年了 这个时间比较长 而且呢 也露出了他的一些执政的一些软肋和短板 也面临着国内国际的各种危机和困难的局面 所以我想 普京大帝此时呢 有可能是一种心力交瘁 或者说非常焦虑的一种状态 他应该会考虑怎么去平稳过渡 怎么能够让自己啊 不仅仅是后继友人 而且能够让自己体面退位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谁会接替他 目前的媒体爆料的有这么几个人啊 都是年轻人啊 包括呢 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叫做久明 这是一个强力部门出身的人士 而且是普京非常信任的人 我们都知道普京信任的人 一般都是什么的强力部门出身 本身的性格也比较强硬 是一种硬朗的风格 跟他个人的经历和性格有点像 这是一个 还有呢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 这也是圣菲特瓦邦带出来的 是普京自己的子弟兵 而且呢能当首都这个重镇的市长 说明一定是普京非常信得过的 这么一个核心幕僚之一啊 第三个呢是现在的俄罗斯总理米斯舒静 他上来之后呢相对比较低调 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官僚啊 一般的比如他对俄乌冲突 不怎么发表自己的言论啊 当然呢 给人感觉也确实比较的勤勉 但是呢在整个的接班序列 目前来看他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啊 那么至于为什么是 这一段时间异常高调的梅德维杰夫 为什么不是他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 2020年梅德维杰夫 其实相对来说就已经出局了 那时候呢他被解除了总理职务 后来呢普总长给了他一个安慰奖啊 就是担任了这个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 现在又担任军工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等等 相对来说是一个未劳性质的 其实呢从三年以前 梅德维杰夫基本上就已从俄罗斯的决策中枢 从普京身边人的这个位置退出来了 这是一个 另外呢 梅德维杰夫最近频频的放出狠话 有些时候这个话呢 甚至有点不太理性 比如说他最新的 因为日本的这种做法啊 包括日本一妹的妹妹亲妹啊 追随美国 被美国当做一个小弟 我相信俄罗斯领导层看了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的啊 所以呢梅德维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就说 说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如此的妹妹亲美 不如回家切腹自尽 按说这种话作为一个俄罗斯的领导人 而且是俄罗斯的前总统 这么说呢是不太合适的 虽然你对日本的做法可能非常的愤怒 但是从侧面也能看得出什么呢 说明梅德维杰夫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正是因为他已经脱离了普京的核心角色圈 他没有继承俄罗斯总统的这样的资格和可能 所以让他说话 让他放话 能够相对能够更大胆一点 就是他可以自由放飞 我们想啊 如果有意接班 或者有可能接班的人 一般都是什么呢 位高权重 出言谨慎 如履薄冰 是吧 这个大家都理解 往往这种过度放飞自我的人 说明什么 说明他自己早就认识到 他没有这个可能了 所以梅德维杰夫 大概率应该不再接班之列 当然呢 谁来接班 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 我们还要往下看 我们这点再要说一点 即使普京退位 即使普京让位给他心仪的这样的人选 那么普京能不能够这样全身而退呢 我们还要往下看 因为现在从美国到乌克兰 都言之凿凿 要成立这样的法庭 国际法庭 要审判所谓的俄乌冲突的战犯 那么对他们来说 普京就是头号的战犯 就是普京有没有会重演 当年南联盟米洛舍维奇那样的命运 或者那样的危险 我们说不能够完全排除 即使普京给自己规划了一条顺利接班 顺利让位的路 也不能排除其他的风险 比如说会不会列为战犯 会不会交付国际审判 俄罗斯国内的政局 是不是像他预想的那样 交班给他自己重义的接班人 能够确保他平稳的退休 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变数 何况呢 现在俄罗斯国内还活跃着另外一支势力 这也是普京呢 普京对他来说是一个心腹大患 是谁呢 是雇佣军团 马格纳军团 尤其是他的头目叫做普利格金 我们已经说了啊 最近呢在巴赫木特的这个战斗中 普利格金和瓦格纳军团 表现的异常的骁勇善战 而且异常的高调 而且呢战功累累 甚至超过罗斯的正规军 就是他的风头 甚至还压过了像少医谷格纳西莫夫 甚至还压过了普京啊 这样呢显得整个俄罗斯的整个的官僚体系 正规军军决策系统 显得他们一文不值 反而是向雇佣军 向瓦格纳军团 包括向车臣军团骁勇善战 一马当先 战功赫赫 而且反而是他们在左右着一些舆论的方向啊 像这样的极右翼 极端强硬势力 俄罗斯国内还有很多行行四次的这种 极端的俄罗斯主义 欧亚主义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势力 他们也在牵扯着目前的普京政权 所以呢这对普京来说 其实也是执政的一大隐患 用他身边人的话说 普京担心发生政变 在全苏联包括在俄罗斯 内部发生这种政变 或者隐性政变的风险 随时是存在的 那个位置啊 确实是位高权重 但是也危如雷乱 我相信这一点 已经执政23年的普京 心里一定非常的清楚 那么咱们再说第三个问题 中国人都非常关心 如果普京退位 如果换了新人啊 那么中俄关系 特别是现在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还会延续吗 我先说一下 如果换了一个新人 我们千万也不要以为 他就会转成亲西方 或者他就是一个 对西方对美国 是另外一副嘴脸的人士 不一样 因为现在整个的欧亚主义 俄罗斯至上主义 极度的民族主义 已经变成俄罗斯国内的 主流的意识形态 那么普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理性的 可以把握的这么一个人 如果换上来 比如说相对年轻一点的 索比亚宁或者九明 或者是另外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黑马 那么如果他上来 会不会更强硬 那么现在是有可能的 因为俄罗斯国内的舆论氛围 俄罗斯整体的舆论生态 整个的意识形态 就已经到那了 就这个火已经架在这了 那么你不管上来是谁 他都不可能忤逆民意 不可能有为民意 更何况俄罗斯总统 还是通过直选产生的 他必须要尊重现实 尊重民意 尊重整个社会氛围 和整体的意识形态 再加上俄乌冲突 乌克兰危机 导致俄罗斯以西方 俄罗斯以北约 基本上已经完全决裂 这种决裂 这种裂痕 不是说我通过换一个人 或者我通过一次政治谈判 我解决了 或者终结了俄乌冲突 就能够弥合 甚至能够扭转的 不可能 得需要五年十年 甚至是一代人的时间 那么要彻底的扭转 俄罗斯国内的舆论氛围 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 那确实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所以即使换了一个人 他仍然是一个强硬派 他也仍然和西方的关系 和北约的关系 很难迅速解冻 那么另外一方面 即使换了一个新人 那么他仍然会延续 中俄目前的战略协搜伙伴关系 因为他上来的 一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或者说一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只要是站在现实主义的角度 只要美西方和北约 会极度的削弱 打压遏制 围堵俄罗斯的这个企图不变的话 那么只要是北约东扩的 这个步伐不停止的话 那么他时时刻刻就会感受到 来自于西边的威胁 他也时时刻刻会看着东方 看着东方力量的崛起和强大 当然也会看到 中国力量的崛起和强大 所以普京总统辛苦运营23年 我们中俄关系 已经结出了今天的这种硕果 不会毁于一朝一夕 不会因为换人而毁掉 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当然换一个人执政思路 包括他的执政风格 个人性格会有很大的变化 如果是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的话 也会采取左右兼顾 这样的双头鹰政策 这一点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当然俄罗斯国内的政局 也会随时发生着这样的变化 有关普京是否会卸任 那么俄罗斯政局如何演变 中俄关系将如何发展与演变 我们将随时与您互动 好的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学术天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